Hello大家好,这里是奥特曼,我是小奥 特利加奥特曼即将在两个月会播出 其中远古公司建议了很多迪迦奥特曼的设定 势必要把它打造成新生代版的迪迦 要说让小奥最惊喜的地方 就是这次有三个设定拉满 简直让特利加成了远古的亲儿子 第一个设定就是变身拉满 要知道之前的许多奥特曼剧情里 人间体获得变身器的方式是野外报的 特利加就不一样了 开局直接送 这是什么个情况 原来地球防卫队在炒谷遗迹里挖出了一个变身器 然后他们读取里面的数据能量 自己就给改造成了新的变身器 这还不算啥 远古甚至搬来欧布奥特曼的灵魂精髓 吉卡让你变强 人迪迦变个形态 起码还要在战斗中蓄个逆傻的 特利加奥特曼直接弄来三个奥特之药 打架的时候 人间体只要躲在角度里换个U盘就变身了 第二个设定就是科技拉满 对比以往的奥特曼剧情 地球防卫队的作用就是开局给怪兽撒撒子弹 而在这里战斗机直接升级 就比如纳斯迪斯号 不仅威力巨大还能变身钢铁怪兽 这也解释了胜利队为什么连变身器都能改造 绝对是历代防卫队里战力最高的 第三个设定就是怪兽拉满 直接搬来以前厉害的怪兽 会不会说有炒冷饭的嫌疑 远古这次很聪明 搞了个融合怪的设定 特利加不是号称新生代反的迪迦吗 在这部剧里远古直接让黑暗奥特曼复活了 还融合在了一起 连名字都注册好了 希特拉姆和卡尔密拉 看名字就知道实力提升了好几倍 不仅仅黑暗奥特曼 远古甚至会让迪迦打过的一些怪兽复活 据说加坦杰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还会以融合怪的形式出现 那么问题来了 你希望加坦杰和谁融合成新怪兽呢 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吧